今天全台都放台风假一天 而其中有不少县市的风雨预测资料 是没有达到停班课的标准 但是却还是放假也引发争议了 气象署跟被外界质疑一度下修风雨标准 对此气象署的检任记证吴婉华做表示 气象署团队是依照台风调整路径 随时会修正预报的资料 而在昨天晚间7点跟县市首长开会的时候 他们也提供了最新资料 也提醒沿海地区是会出现9到10级的强震风 提供给县市首长参考 周三全台放台风假 台北市在傍晚飘起了绵绵细雨 风力一度增强 甚至连路旁脚踏车都被风吹倒 不过有不少民众质疑 风力根本没达停班课标准 气象署一度下修预报资料 看看前一天周二时气象署在下午4点10 预测10月2号周三上半天 基北北桃四个地区风力预报的资料 基隆市平均风4到5级 阵风6到7级 北北桃三个县市平均风5到6级 阵风6到7级转8到9级 但周二当天晚间7点 气象署与各县市政府首长视讯连线会议 再度提供周三最新的风力预报资料显示 基隆和桃源不变 台北新北平均风下修到4到5级 不过气象署在会议中特别提醒县市首长 周三的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9到10级强震风 都是依照我们最新的预测去做修正 因为我们一定要反映最可能的路径造成的影响 怕大家误判 尤其山陀尔台风是一个预报不确定性 非常大的一颗台风 预报在6个小时8个小时内做出调整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周三这天截至下午4点08分 实际测得的风力预报资料显示 基隆市彭加雨最大阵风达到10级 台北市大屯山最大阵风达到10级 文化大学最大风速7级 新北市在白沙湾出现最大阵风10级 鼻头角最大风速8级 桃园市新屋最大阵风10级 四个县市都有侧站风力达到停班课标准 其实在新竹以北的沿海 风力都是有到停班课的标准 只是说市区或者说大家通勤 有没有影响安全这件事情 还是要回到县市首长的判断 分析师解释 这回山陀而台风路径 时程和方向轨迫多变 预报资料也都是管动式调整 提供给大家参考 记得来长远黄胜取言台北采访报道